安全好嘍 水噹噹噹 恰恰恰 恰恰恰恰 水水水 金黃色 如果有照顧好的話 魚就是金黃色 而且肉是粉紅色 哇哩咧 有沒有 看看有沒有熟 有啦有啦 燙啦 小燉層 好吃 這邊的九斑是 我吃過 紀錄裡面 最好吃的 這一段 油脂超多 這一段 上下都不錯 這個 九斑都比較胖 今天是鞍醇啦 鞍醇很久沒吃了 九斑也是要吃一下 回味一下 吃起來會順口 久沒吃你就想要吃 單純就是有這種 這種魔力 今天帶六隻把它串一串 這樣子 六隻 六隻兩個人吃都夠了 擺好 不錯 這個鞍醇很 烤很快喔 好 我被鞍醇很燙 烤腰 五分鐘了 第一面可以翻了 這樣就很漂亮喔 一張張 這個 鞍醇烤起來就是漂亮 等一下再烤五分鐘再翻面 差不多了 看到嗎 有有有 低油內 低油內 水水水 還會低油耶 這個鞍醇真的很油 鞍醇好嘍 水噹噹噹噹 恰恰恰 水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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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就是這這這 先把他全部拆下來 哇你勒 油油嫩嫩的 漂漂亮亮 漂亮嗎 吃開 雞腿 雞胸 兩骨 雞胸 雞腿 再來再來 雞胸 雞腿 雞胸 雞腿 雞腿 我就沒客氣啊 那雞腿 脆 脆脆的 就是讚 好吃好吃 讚 好吃 好吃 那裡有兩隻給釣油 釣油還在釣魚啊 這鞍唇雞腿 肉很脆 然後 然後那一種 甜味 測出了甜味 有點便陰天的 還要烤鱗鱗 那魚 夏天都會過 所以等一下還烤一下 烤一下魚來吃啊 這鞍唇雞腿 要先吃雞腿 吃點好吃 這邊魚超咬的 不用半天就滿了 不用半天就滿了 而且都二十五 二十以上 而且還一隻二十七的 你看 九斑 二十五以上就比較少 它 長大就比較慢 比苦話還更慢 我跟你講 九斑到處都是 為什麼 二十五以上的很少 就是它長到二十一、二十二 就很慢長大 具體要幾年是不知道 但是它都 到一定極限會變胖 然後長長的話會慢慢 沒有這樣苦話這樣 平均生長比較快 骨上面這層皮 也很好吃喔 這個油脂 整隻可以補啊 補起來香香 脆脆脆脆脆脆 這個 安城肉吃完還要再買 再買兩百隻 噢 等一下它烤魚了啦 我還有那個魚 天氣太熱了啦 魚掛掉 把它烤一烤 釣六隻 烤一下 哇 不能肚子朝上 嘿嘿嘿 丟丟丟 這樣 這樣比較好散 這都是隨身攜帶的 所以隨時要烤魚 隨時都可以烤 都好了喔 哦呦 丟丟丟 這小隻的 這小隻的 剛剛顧著吃鞍蠢 沒有把火顧好 我一來都超黑大體啊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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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 漂亮 這樣 都抽抽的好了 八隻 金黃色 如果有照顧好的話 魚就是金黃色 而且肉是粉紅色 哇哩哩 有沒有 看看有沒有熟 有啦 有啦 熟啦 喔 小燉成 好吃 喔 這邊的九斑是 我吃過 紀錄裡面 最好吃的 這一段 油脂超多 這一段 上下都不錯 這個 九斑都比較胖 先把肉都拆掉了 不然等一下它 放涼之後它會黏住 這把都很厚耶 嗯 嗯 哇 多拆幾隻 金黃色 太燙了 有 有沒有 有沒有 喔 這肉又厚 所以說這 魚好吃 不是沒原因的 肉又厚 油 油 油又多 這個酒瓣的蛋 蛋 蛋沒有殺乾淨 多拆幾隻 哇 你看 熱熱的多好拆啊 哇 你看 熱熱的多好拆啊 呀 這九斑的肉也是很甜啊 你說細刺多 細刺多 苦花也多 苦花也多 苦花難道不多嗎 為什麼大家不愛吃九斑 嗯 嗯 啊 跳起來看周圍來夾 梁 挖委 民棧 養 谢谢观看